雙手寒暄送上新春祝福 九陽農曆年的坦能師長親自走訪 關心圍觀大樓住戶李宗典 現在過得好不好 不大家的福啊 謝謝 世界都好奇了 世界都好奇 李宗典感謝社會對他的關心 現在住在姐姐家 除了固定的附近也開始上班 老闆同時都會提供我 叫我去做送餐的那些 都會面貌一堆 好久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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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一位離開醫院的洪嘉義 他在地震中失去雙腿 暫時住在社會住宅 對於傷害他希望大家寄取教訓 你要說是天災嘛 你要說是人貨嘛 其實都有 只是說未來 不要再讓這種悲劇再去發生 我覺得是比較重要的 房子就用徵收的標準 計算補助還給他們 那土地呢用兩倍的價格購買 那至於說留下來這塊土地 所以私生活也會協助他們的成績 原本的雙新家庭 現在只能靠太太做手工 但夫妻倆勇敢面對 未來有個安穩的家 是所有0206受在戶心裡的期盼 大愛媛媛潘玉珍 蕭鴻樹 台南報導 新北市泰山區有一位 舊讀國中的楊小妹